颈椎病的症状有哪些? 马丁 骨科 副主任医师 颈椎病有哪些症状依据于颈椎病的分形 进行颈椎病 病人的症状主要反映在进步的疼痛以及酸困 神经根型颈椎病 病人的症状主要反映在单侧肢体的放射性疼痛以及麻木 有时还伴有手部手指功能障碍 脊髓性颈椎病比较严重 它是因为椎间盘后凸之后压迫脊髓所导致 它可以造成胸部以下感觉及运动的丧失 或者是减弱 也可以造成反射的消失 也可以造成大小变的异常 还有脊髓性颈椎病 主要的症状是活动进步时出现头晕和头疼的症状 还有混合性颈椎病 它是同时伴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分型颈椎病的症状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要仔细的鉴别 专家提示 1.颈椎病症状依据于颈椎病的分型 临床工作中要仔细鉴别 2.颈形颈椎病为颈部的疼痛及酸困 神经根性颈椎病为单侧肢体放射性疼痛及麻木 半有手部 手指功能障碍 3.脊髓性颈椎病 因椎肩盘后突压破脊髓所致 造成胸部以下结胆 感觉及运动放湿或减弱 也可造成反射消失 大小变异常 4.脊髓性颈椎病 主要为活动时出现头晕和头疼的症状 5.混合型颈椎病 同时伴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分型颈椎病的症状